哦 这是表演线路啊 一般不会怎么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喜红 咱们今天来回顾一下19年的应景赛 第三轮 丁俊辉对卡特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在25号 25号的晚上8点钟 丁俊辉将出战 北爱尔兰背的资格赛 对阵卡特 这个目的很明确啊 先把黑球点位等红球打掉 解局就是一定要奔着 高手解局一定要围绕着高分子彩球来展开啊 球形的思考主要是要看 怎么去把高分彩球的进攻线路打通 23 呃北爱尔兰被抢4的比赛 还是偶然性比较大的 所以说丁俊辉以前对卡特 胜率比较高 但是短局子 就看谁的状态进入快 31 中高杆稍微给了点左赛 这球如果不给左赛的话 白球容易靠近库边 后边是火箭 39 19年的英锦莎 其实丁的状态也没有说特别好 就是他的正常发挥 54 然后英锦莎一打完又沉下去了 大家都与他复苏了 结果又沉下去了 很奇怪 所以很奇怪啊这个状态 已经超分 还有破坏的机会 高杆弧线 可以下库边红球好球 这球纯高杆就可以啊 发力构透纯高杆就可以 如果不太自信的话 加点右赛 也能有这个效果 69 70 黑球直了 强烈的中低杆右赛 这球低杆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要右赛 只要能保证低杆吃到一口 剩下的交给晒了完成 77 77 其实钉会左手啊 这在关键的时候 他一般不来 咖啡就交得很大 还能不能停住 好球 这球也只有在赛台上面 能够推出来 俱乐部里边的台里 一般这个力量就小了 球进不了 这一根是表演线路 97 这样的话25号晚8点 咱们将直播定居会这一场 到时候大家老地方见